好,兩位女 好,朋友們好 很高興有機會跟你們分享我的報告 如果你們很累的話,你們現在可以睡覺 因為這個很無聊 我今天要討論的是中國宗教的世俗性 以道教為例 那你們應該還沒遇到這個字 這個世俗性 所以我現在要解釋這個世俗的意思 我知道道教裡面的道師和佛教裡面的和尚 他們有一些嚴格修練的方式 可是我今天只要關注普通人來參與宗教 比如說你看西方的宗教 如果你想成為一個基督徒 得先熟悉、做禮拜 遵守他們很嚴格的規定 相比之下,如果你去北京的擁護宮 無論你是誰 無論有什麼背景、有什麼需要 你都能去那邊小賞拜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世俗的宗教的要求跟社會的要求差不多一樣 意思就是做好事遵守法律就好了 你就能參與我們宗教的活動 然後西方的概念比較不一樣 對他們來說 宗教的規定比較嚴格、比較高一點 所以簡單的來說 世俗的意思就是跟社會很像 離社會很近 所以我舉一個例子解釋這個 離社會很近的意思 所以有一句話就是 狗搖與動兵不識好人心 你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如果聽過的話可以遵守 就一說二年 兩個 我以為很不激 對不起 好 這句話 這句話你 在社會裡面能聽到 這句話來自一個調查的故事 然後這個故事會幫你們比較了解 離社會比較近的意思 給我解釋一下 所以在這個故事裡面 有一位很厲害的人物 他叫 李東斌 他是一個很厲害 島嬌的人物 他是一個神仙 不死的一個人 可是他呈現以前 他遇到了一個很 很貧窮的一個青年 這個青年很可憐 他的父母都死了 穿網了 所以因為他很聰明 這個青年 他帶他回家 教導他 他希望這個青年 可以有機會 找好工作 然後學習 所以他開始教導他 後來這個學生 這個青年 原成是一個很好的學生 他的名字是狗搖 所以狗搖認真的學習 認真的讀書 然後呢有一天 李東斌 有一位客人来看李東斌 這位客人看狗搖 很勇勇的讀書 然後說 哎 這個青年不錯 然後想把他的妹妹 取配給他 所以狗搖很興奮 尤其會結婚 可是呢 李東斌他很擔心 因為他真的很關心這個青年 然後她怕如果她結婚的話,這個會耽誤她的學習 她可能沒有機會找到那麼好的工作 所以李東斌說,好,我支持你,你可以結婚 可是,我只有一個條件 如果你結婚的話,你婚禮的 你婚了以後,前面三天我會陪你新的太太學校 所以狗咬她很吃驚,她不了解李東斌的要求 可是後來她同意 那三天以後,狗咬發現李東斌其實沒有跟她的太太一起學校 很有意思,李東斌每天晚上進來房間的時候就很用功的看書 整個晚上都在看書 狗咬後來發現李東斌只是想為她做個很好的房間 她想告訴她,不管怎麼樣,不管你有太太,不管你有孩子 你有繼續很認真的學習 所以一開始她不了解李東斌的行為 可是後來發現是為了她的好處 所以呢,隨後幾年,狗咬她找到了很好的工作 成為了一個大官,賺了很多錢 然後李東斌有一天,她的房子不善地吃了大火,就沒了 所以李東斌她去找狗咬,希望狗咬能保護她 可是狗咬沒有幫助她,然後李東斌很失望 她說,我一間對你那麼好,你為什麼沒有幫助我 所以李東斌就很失望地回家 可是她到家的時候發現到她有一個新改的房子,特別漂亮 她不知道這個房子是怎麼來的 然後她移進這個新改的房子的時候 然後看到一個很大的棺材 然後她的太太在裡面哭 她的太太因為李東斌死了 可是並沒有,這個棺材裡面就是珠博 所以裡面就是錢 所以後來她發現到就是狗咬幫她 建設新的房子,給她很多錢 所以你們了解這個故事的重點嗎? 故事的重點就是有的時候我們誤會別人對待我們的房子 可能有的時候我們以為別人對我們不太好 可是後來才發現他們對待我們的房子有好處 所以因為這個人的裡面叫狗咬 那個聲音像一個狗在咬一個人 後來這句話就變成狗咬的工兵不實好人心 所以意思就是我們應該要相信我們的朋友 不要懷疑他們 對,所以你們看這個故事 你覺得跟宗教有關係嗎? 跟宗教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就是這個世俗的意思 就是離社會很近 這個宗教的觀念跟社會的觀念差不多一樣 就是你應該要信任你的朋友 所以我想介紹這個世俗性是怎麼來的 道教為什麼是一個很世俗的宗教 所以為了了解這個情況 我們要先看道教的來源和道教本來的目的 首先我們會討論兩個不一樣的事 就是道教和道教這兩個不同的概念 所以道教是一種哲學 是大概公元前四百年創始了 道教那個宗教是大概五百年以後才有這樣的宗教 所以這兩個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看道教,道教是什麼? 道教是一種哲學 道教的創始人就是老子 老子本來是一個無神論者 他不相信神的存在 他也很懷疑宗教 所以老子他有很多想法 然後他對政治方面方面跟社會方面寫了很多想法 他也想到了吳偉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他的想法就是我們不需要政府 只有每個人管自己的事就好了 所以然後他所寫的想法都在一本書裡面叫道德經 所以他的想法真的跟宗教沒有關係 可是他有一個觀念就是他相信道 道這個力量 我形容一下,有點難形容 道就是一個醜向的萬能的客觀自然的力量 他相信世界萬物都來自道 道創造了我們的世界 所以這是老子的想法 然後他用道去解釋他社會跟政治方面的概念 所以呢 這個跟道教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看大概五百年以後才有道教 那道教的創世人是一位人叫張道林 那張道林他很喜歡老子的想法 他也相信道 可是那時候社會不穩定 很多人沒有飯可以吃 經濟不太好 所以這個人 他找到了一些方法 能讓你的生活變更好 比如說他相信他找到了一個 成為一個神仙的方法 所以他就把老子的想法和他自己的想法 相結合 建設一個新的宗教 這個宗教的目的就是 建設一個比較穩定的社會 那時候很多人沒有錢 所以他說好 很多人知道老子 很多人也喜歡老子的想法 所以他用老子的想法和他自己的想法 去吸引人 有人來參加他的團體 也建設一個比較穩定的社會 所以 所以你有兩個 你有老子的想法 都是社會的想法 跟政治方面和社會方面的想法 還有張道林 他的目的就是為了 建設一個比較穩定的社會 所以這兩個人的想法 等於道教 所以道教本來就是一個很世俗的宗教 離社會很近 這是他本來的目的 你們都懂了嗎? 嗯 所以這是世俗的 世俗的意思 可是我覺得西方的概念 他們聽到世俗話 世俗性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很悲觀的想法 可是我覺得對道教來說 這是一個 其實有好處 你看道教離社會很近 所以很多人能參加 很多人能參與這個宗教 所以我總結一下 好我們看西方的概念就是 宗教應該要嚴格一點 有嚴格的要求 嚴格的規定 然後有傳教的習慣 可是你看道教的目的不一樣 道教其實離社會很近 他的意思就是 讓大家來參加 希望大家可以有機會 參與這個宗教 然後你們可以獨立的修煉 所以後來我們看 道教的世俗性 是因為太隆社會上的想法 然後他本來的努力就是為了 同意期待人 簡直一個很穩定的社會 所以 謝謝為什麽 道教是個世俗性的宗教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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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